投胎铺产,二胎顺产,大悲神咒显神威 作者 天孝 2016年6月3日09时48分 我妻子顺产下一个女婴,母子平安 这是我和妻子的第二个孩子 在妻子生产前生产中 我一直送持大悲咒,求观世音菩萨加持 一,妻子此次能够顺产 二,在生产时减轻痛苦 三,母子平安 感恩观世音菩萨都一一瞒我所愿 现将此感应写出来给有缘人参考 以增强诸位对佛法,对大悲咒,对观世音菩萨的信心 诚心送持大悲咒,障碍消除,逆境转 我的妻子第一胎是抛妇产 妻子对于生第一胎被剖时 肚子受了一刀的疼痛还心有余悸 并坚定地说,第二胎一定要顺产,不要受那么多的苦 再者,我们之前听说是顺产的婴儿比剖腹产的婴儿要健康等等 这一点更加兼顾了我妻子第二胎要顺产的信念 虽然说,我妻子对于顺产的信念兼顾 但是我知道 一般,投胎剖腹产的女子 第二胎时要顺产会比较危险 比如说,会出现试产时子宫肚皮旧伤口破裂 引起大出血,危机母子性命的云云 况且,我妻子怀上第二胎时 距离第一胎剖腹只有21个月的时间 在中国医生对于投胎剖腹产 想再怀第二胎的建议是三年 对此,我知道此次妻子想顺产 一定会受到来自医生、家庭等各方面的阻力 果不其然,2016年6月1日 我妻子去当地富有保健院进行产检时 那里的医生一听说我妻子的情况 就马上要妻子住院并进行剖腹产手术 并且还责怪我的妻子说道 你这种情况,也就是剖腹不满三年 就怀二胎的这种情况,还拖到现在 早就应该来医院进行手术了 你知道现在你的情况是很危险吗 你的预产期是5月28日 现在都已经过预产期4天了 由于我妻子一直坚持顺产 就没有住院,而是选择了回家 回家后,我和妻子还有父母通了电话 得知父母对于医生的建议也是鼎力支持 并且告诫我说,还是尽快PO出来算了 了却一件事情,还是不要再拖了 对于当时父母的告诫,我委婉地拒绝了 后来父亲调下一句话 这种情况,医生是不会同意顺产的 不然你明天回来带你妻子去医院问问看 反正是你自己的孩子和妻子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让父亲不要着急 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再说 当天,妻子告诉我 说此次产检,医院说一切正常 而且胎儿还没有发动 不想急着把胎儿生下来 警告,后来得知胎儿过育产期越久 骨头钙化越高,越难顺产 当时,想顺产的信心是满满的 信念是坚固的 当晚,我诚心念完大悲咒 回向时,请关心菩萨加持 如果我妻子此次顺产没有危险 请菩萨帮忙消除各方面的阻碍 并将持住的功德 回向给即将为我妻子接生的医生等医务人员 及其冤亲债主 净除业障,增长附会 6月2日凌晨,我做了一个梦 在我母亲之前待过的一个糕点厂里 有一些外人来和我抢石头 抢的这个石头就是路面上那种几公分大小 类似鹅卵石的石头 在梦里我还把这些石头当自己的宝贝 对方抢石头,我也努力的把石头抢回来 后来对方把我大部分石头都抢走了 自己只剩下一小部分 我有点沮丧 后来梦境一转 不知怎的,一会儿我手头上多了一台带镜头的单反照相机 这台相机里面是空心的 而且镜头上的玻璃片还有一小片破损 梦境很清晰 梦醒之后我回想梦境里的含义 石头应该代表着障碍 抢走了大部分石头 是不是代表着我妻子顺缠的障碍减轻了呢 照相机是空心的 是不是代表着我妻子要生产了呢 至于照相机镜头上破损的玻璃片 我就想不到是预示着什么了 当然了,只是梦而已,不可执着 当天早上,我给父亲去了电话 问了妻子的情况 并告诉父亲我决定让妻子顺缠 并且跟父亲说 生孩子都是有危险的 顺缠对胎儿好,对母体也好 医院劝铺产也是从安全方面想 但是投胎铺产,二胎顺产 也还是有先例的 我想让妻子事事顺产 实在不行,到时候再铺不迟 父亲听我说完后 立即赞同我的意见 态度跟昨天有很大的转变 并且还说 你妻子投胎就不应该铺产 当时是医生级的 现在的医院总是 阿弥陀佛父亲造口业我代替忏悔 后来才得知我父亲也一直在念佛号回向我的妻子能顺产 至于我的母亲听到父亲赞同顺产了 他也没有再说什么了 6月2日晚上大约70许 妻子给我发信息 说胎儿好像发动了 让我立刻赶回去 我在外地上班 我忙完事情 驱车回到家 已经6月3日凌晨1时左右了 这时我问妻子情况怎么样 震痛频率多少 妻子回答说 昨天傍晚7点30分左右 胎儿就开始发动了 只是我不敢跟父母说 怕他们拉着我去医院剖产 只是现在震痛频率加快了 大概三分钟一次 所以让你回来 事不宜迟 我马上跟父母说了情况 并立刻驱车 带着妻子去当地妇幼保健院 到了医院 护士了解了我妻子的情况 本来想先安排妻子住下 后来一看我妻子头胎是剖产的 而且已经过了预产期 就让我们等一下 然后立即给值班医生打电话 这是我妻子都有点担心 医院会立即劝请 并安排 妻子进行手术剖产 值班医生 起来看了看我妻子的情况 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 然后对护士说 先安排住下吧 当时我和妻子就松了一口气 不过还是有点担心 会不会因为是凌晨 所以想等到早上上班时间再手术呢 住下后 我陪着妻子继续持送大悲神咒 并观想身体放光 笼罩住整间医院 回向时 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内容 当晚 医护士养人员给妻子检查了几次胎儿 确定胎儿没有问题 妻子的阵痛也比较轻 只是偶尔有一两次强烈的痛感 6月3日早上 7点50分 妻子羊水破了 立即住进了待产房 医生检查 说公口已经开了一纸了 妻子临产 痛颇看 医护三圈 住顺产 妻子进待产房后 主产医生就去和妻子交谈 一会儿主产医生就出来了 并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 你妻子要求顺产的心意很坚定 像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给他试着顺产 但是因为你妻子投胎是破产 并且没有够三年就怀第二胎 所以顺产是比较危险 可能出现顺产时 就伤口破裂导致大出血 甚至母子都不保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说真的 当时我心里真的咯噔了一下 因为如果是剖产 这种危险就小了 不过犹豫只是一念 我又坚定了顺产的信心 为什么 因为有大悲神咒 有观世音菩萨作为靠山 大悲心 托鲁尼精云 女人临难生产时 邪魔遮障苦难忍 至心称颂大悲咒 鬼神退散安乐声 而我妻子也知道 生产时念观世音菩萨可以减轻痛苦 生产顺利 并且我母亲也会念大悲咒 我母亲的信根比我好 这不是三重保障吗 上午8点钟左右 妻子症痛频率加快 刚开始时 疼痛比较轻 还比较轻松 8点30分左右 妻子坐了胎间之后 疼痛就加剧了 但还能勉强忍受 此时医生帮妻子检查 妻子的宫口开了差不多两指 9点钟左右 妻子疼痛的叫出声了 并且跟医护人员说 能不能打止痛针 我很疼 这时旁边的医护人员 听到了就过来跟妻子说 你的宫口没有开构三指 要开构三指 才能打止痛针 你要坚持住 先不要用力 疼就深呼吸 等会儿帮你看看 开多少了 我妻子要求医生帮检查 是不是开构三指 医生说刚检查完不久 于是就没有帮妻子检查 这是我跟妻子说 你从开一指到现在 差不多两指 只用了半个小时时间 要坚持住 我这时让妻子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妻子说太疼了 没法念 而在此之前 妻子都又断断续续的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9点15分左右 妻子在待产床上翻来覆去 疼痛的叫声也生生利耳 妻子这时叫我过去 对我说我不想生了 太疼了 你问医生能剖产风 我有点无奈 就去把医生找来了 医生来了 看了一会儿 好心劝我妻子道 早上你对顺产那么有信心 你要坚持住 常是正常的 要深呼吸 先不要用力 不然等会进产房 就没有力气生了 就在此时 我QQ上发了一则 佛学网注印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信息 我看了一下 想 要不就注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为妻子和孩子做些功德吧 于是就随喜了400元 我妻子是农村户口 有400元生产补贴 我将此功德回向妻子生产 母子平安 然后我继续持住 大概五分钟 妻子又把我叫过去 说是不行了 一定要剖产 不顺产 我见妻子是有顺产之意 但无顺产之力 就跟医生说了 医生 见到我妻子说 你不要着急 我帮你看看宫口吧 如果开了 不是马上可以生了吗 大悲神咒南思义 母体平安 女降生 上午9点30分 我把妻子扶进了产房 心想 难道 这个顺产的愿望就不能成了吗 这也怪我妻子业障重 不能怪菩萨不满怨 是妻子自己要求剖产的 妻子进产房 医生一检查说 宫口已经全开 可以看到胎儿头部了 快 马上准备 这时 我差点裂崩 内心的感动 汹涌澎澎湃 我马上调整自己的情绪 因为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 医护人员都进了产房 待产房里 正好只剩下我一人 我双手核实 至心念诵大悲神咒 求观世音菩萨加持妻子顺产 念了大概十遍左右大悲咒 孩子的哭声就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生了一个女孩 一声向我道喜 此时此刻 我内心除了感激 还是感激 妻子真正疼痛的时间 只有一个小时左右 进产房后 从医护人员准备 到孩子降生不到二十分钟 果然观世音菩萨都一一 瞒我所愿 菩萨愿力真是不虚 大悲心陀罗尼经所言真是不虚 时候我问妻子 在生产时 有没有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妻子说 念了十几声是默念的 妻子还说 当时医生拿手术刀要测切时 他认为不需要 他想阻止 但是 就是没有开口 还是挨了一刀 我告诉妻子说 这是注定的 是你也张重 现在 已经是重罪轻爆了 而且谁让你平时不念大悲咒呢 我妻子以前也进过 上品上升精进群 后来 因为带孩子退转了 现在留在普渡群 后来我才知道梦境中 照相机镜头上的玻璃缺口 原来就是指妻子被测切 还有一点 当天 在那家医院所有的产妇都是顺产 而第二天都是剖腹产 从此次妻子生产中 我明白了 修行 一定要注重平时的积累 不然到关键时刻 你可能连破他名号都想不起来 就算想起来 也不一定念得出来 愿一次功德 会向法界 及法界所有众生 圆成佛道 普度有情 会向天下 所有产妇 都能得问佛法 儿女 安乐生 那么千手前 广大圆满 无碍 大悲心 陀罗尼经 那么大悲 观世音菩萨 随喜功德